创惨重 现在疫情救命前来了 在今天 行政院会宣布 针对餐饮业 服务业 运输业 还有观光业等等 受到疫情影响的产业 投入了164.9亿元来振兴 此外还编列了167.8亿元 协助简单休息劳工 另外包含了租金 权利金 减收 以及延长贷款等等 总经政府将会投入345.6亿元 新一波的振兴方案 预估会有89.9万人受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